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跟我男朋友想说 那至少要在宜兰或罗东租一间房子 可是出去 这么烂的房子也要两万多块 对 然后想说那干脆 那买房的动念又来了嘛 然后有一天就是我们要上台北 经过那个交流道看到一个康帮说 多走两百公尺省两百万 他就这样子就标语了 然后我就想说 影视影院新闻的照这什么意思吧 就是要广大 广告对啊 可是至少我想说 吸引到你 因为我看过太多房子 什么宜兰县县镇中心 然后都是一千多万的 一千五 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 我的预标就是八百万左右 我说好 他都少两百 现在少两百万是多少呢 我找到去听听看嘛 然后我就直接不要上交流道了 反正就在附近就直接去看了 然后去看的时候 那个所有小姐还觉得说 我是不是那个间谍 因为他们根本草创 根本还 就是那个中心根本没有任何东西 还没什么人 连那个模型也没出来 连房屋的那个看的模型也没有 对 然后连广道床 他也没印好 他说你要看屋 我说对 他就在那边怀疑 我说我真的是要看的 他才把那个 什么没有得看嘛 就要把那个设计师的那个蓝图 真的是蓝线的那种蓝图 摆在那边就看 你看就这样子 我就看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呢 什么什么食材 因为我可能对那些美感 还有一点拼凑能力 所以我大概想象得出来 那个外观是我要的那种 什么日式建筑 那种灰灰白白黑黑的那种感觉 那还不错 因为在罗东 都是传统透天 很少有这种设计感的 我说那这样外观我OK 那带我去看现场好了 然后到现场之后呢 就是刚刚在那个挖土地在挖 现场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还在整地而已 对 这叫什么险子 他其实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田呢是 你去参加破土远礼 你是家喻农夫去种田的吧 这个田呢是当初屋主的田 然后这个整地的地 是他的古厨的地方 所以他把这个古厨的地 卖给了建商 然后他这个田他还是 现在还在种喔 因为他都还在种田 所以我们家 可以看到那个 稻田的那个美景 是蛮漂亮的 尤其到夏天 是那金黄色的那个稻 还很漂亮 对 然后我到现场看到这样子 我也觉得OK吗 因为你只要带我去看 我的那一户 坐落在哪个区域就好了 对 这当时你拍的看到了 我拍的对 然后我们就走进去看 然后我们还带狗 那狗在那边有尿尿 我说 好地方 因为狗会被尿尿 他真的是蛮深的 对 因为狗会尿尿尿 他很很容易 就没有些有的没的 你会有电线感的关系吗 没有 没有 就是他要在扛棒这边 然后呢 我就去看 然后到我那一户 他就用那个棉线 把在地上就是有圈起来 A1 A2 A3 A4 A5 A2 A7 那我一看到我的A7后面 就是刚好就是田 对 近500公尺都没有任何的 反正都没有任何屏障就对了 那我只觉得说 这个方位好 然后后来赶快再探听一下 那个建商的那个评价 然后当天我离开的时候 我先给他20万 当天就下定了 当天就给了 当天就给了 然后我就说 那先给20万好了 然后彼此在 我也在想一下嘛 那保留一下这样子 但是 握旋啊 对之类的 因为我隔天我就要来买了 隔天就买 对 哇你的空间感联想了 对啊 你做什么蓝色的线 然后再棉线 我就遛狗去了 就遛完就走了 我来狗的狗的 恭喜我来先拿 OK 盖出来的话 真的跟我想象的 没有差多少 对 太强了 好厉害 他被那个200公尺 省200万吸引 就那个康包 被他的外观吸引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 他这样子下 因为我们那边很奇怪 就是罗东假设在正中心 然后东山乡是包围四周的 对 所以说我家这条巷子出去 200公尺 就跨到罗东正的门牌了 那我这边是东山乡的门牌 所以他意思是说 罗东正那边会多200万 对 然后东山乡这边 他就被拐走了 你当天有杀架吗 蛤 当天有杀架吗 杀架才好玩 因为我 我一开始我就说 那一瓶多少 他们就真的 真的你不是来 拐负 真的是台北来的 因为他们不看一瓶的 是看整个 后来你房子怎么杀架的 就是当初讲说 我们用 本来以为用台北思维嘛 就是要用瓶数来杀架 对 那我这样子一问 社会小姐就觉得说 我真的是台北来的 不是来这边监听他 监看他的那个房价的 然后他就说 我们这边都是一栋的 对 然后他就说 好那你这一栋多少呢 他就出个 我记得好像是846 还是800多少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8 我内心就在讲说 那我要杀个 去尾数 没有什么去尾数 我刚刚弄到7字头 因为他就说 那你8我就要7 对 然后就把那7 就要7 我说那788 他多好 对 我说788 好好我这样子 那不肯嘛 他叫我说那799 他说那我 也接近8 但是我799 他对方还是不肯 那这样子 就周旋了很久很久 最后来个很怪的数字 806 因为我说那800他也不要 那我就不知道 那我多6万他就要 他就说可以 那我不知道这多6万 是不是他们 售屋的那个 可能他们要算什么吧 我不晓得 多个6万他就 他就这样 一万一万加上去 加到06就OK了 一万一万达标了 他的业绩就达标了 没有什么逻辑的 他要带到一个基本的价钱 才可以请款 才有奖金 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买这个房子 你应该是他们 第一个客人吧 第一个客人 所以当天那小姐 其实她也是最 他们可能连定价都不知道 怎么定 因为你知道一般我们 卖那种预售的时候 他们都有个销售的标准 就是差不多都怎么样卖 所以当你在那边开架的时候 他们大概也愣住 就说 还呀还呀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他还 因为他们事实上 他们也不知道要卖多少钱 大家都很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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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资讯混乱 买房是一个这么严肃的事情 不变得这么搞笑 真的 然后呢因为 他不是这会成交 不是这会给一个什么资料 然后这样子这样子 对 我说怎么是牛皮纸袋 我说怎么没有那种 硬的很精美的那种 厚的那种纸袋 怎么怎么用随便 他说 因为人家还没开始要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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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个牛皮纸 他用个牛皮纸 他这个开释家 应该可以杀到跟你 我们的房子怎么卖的 千条狗来尿尿尿尿 就成交了 这看我们房子多好 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之后的房子 盖完长怎样 好 那因为这个 因为是我自己的梦想屋 所以我 到后来是自己一个人 我自己设计 然后自己找工程 自己找工程 自己找工程 太有才了 我发一个工头 对 为什么都自己来 对 你该不会自己监工吧 因为我曾经找设计师 可是因为真的是 太贵了 我真的 我连设计费再付 我家具就不用买了 对 而且我 这是我现在讲看看 这是那个 很漂亮喔 真的 就是客厅 不是就是餐厅 对 因为后面就是那个 田 对还蛮漂亮 设计师设计的 就像民宿 没有就像民宿 因为当初我是想法说 如果再找设计师 因为我不想要好装潢 那是配烂家具 我觉得台湾现在很多人 就是很奇怪 你明明买这么好的房子 我看过人家 买一亿的房子喔 但是进去家具 居然是那种 套保定 很怪 就是完全不搭 而且你装潢 也花这么多钱了 然后为什么你要买这么 放IKEA的装具 不会相信喔 因为台湾的一些 这样讲 就是说设计师有时候 他那个装修费用提太高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我觉得台湾人有时候觉得说 家具是会用坏的 所以他不愿意花钱买贵家具 可是我觉得 既然你就去买这个房子 又花这个装修费了 所以自己来弄最实在啦 对 那这是客厅的样子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景观 哇 然后这是我自己 所以家具也是你自己去找的 我自己去找的 然后呢我设计 我这 壁炉也是我设计的 然后我跟那个 公班讲要壁炉 我说我是真的要放壁炉 他以为我要放电视 他本来要帮我留电视的出口线 什么什么的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真的是要烧火的 所以你就 你真的 你那个真的可以烧火 真的可以烧火 因为我刚以为是那种 现在壁炉有种是假壁炉 是用变的 真的可以烧火的 对 但是它是烧那个生殖酒精 像国外有这种 生殖酒精的壁炉 对 它就是 也很暖 冬天很温暖 这个烧起来三楼都很热 三楼 真的 我也试过也是好热 三楼不用开暖气了 所以这空气是上升吧 我觉得三楼好热喔 然后客厅的全景是这样子 好漂亮喔 这么样品屋 对 你这样装潢花多少钱 这就是你想要的 我装潢家具 四百万 四百万 它真的花多 对 因为我想说这是 房子八百万 我每次都是用 最后一间房子来想 我现在要住的地方 我懂你心情 对我就想说 我这一生 一生就住在这里了 对 然后这个装潢四百万 妈妈就有帮了 这个地方原本是孝亲房 那我想说 一楼 不需要孝亲房 我就把它改成一个 下午茶喝茶的地方 好有感觉 真的 好有感觉 我有叫喝下午茶 我的房间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将来要去买她的房子的时候 一定要 我好喜欢你的妆 我不卖一球就这样 谁设计得这么好 对 她一定卖给你 而且价钱好谈 你来去说 你怎么会召唤成这样子 你不敢说 真的 穿楼子不可以 他是浪漫的 对 没错 这是因为当初想说 有个花园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是怎样 你知道吗 我们的池分 土地都一样 但是呢 有些户 是要把前面的池分 推出去 变成公有道路的 但我的池分 放在后面 推说 变成是我的花园 所以我觉得 而且是14户 只有我有花园 所以当初我买的时候 是选这一户 对 然后社户小姐本来也是 就跟我讲说 边间都有人卖 都有人在看了 他也是觉得说边间好卖 因为边间又可以卖贵 大家又抢边间这样子 可是我的概念是 边间小偷会爬 相当地方这里有很多小偷 二来就是那个台风 那迎风面 你这边的墙 以后真的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就是首当其成 所以我就不会想要边间 那当初我就说 好 没关系 你不用再多讲 我就到这一间 OK 不要再演那个 好像谁定了 谁定了 那个戏这样